容情 第28期 亲友离世 如何协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 处理哀伤情绪 教育心理服务 九龙组 晶晶的故事 晶晶今年8岁 在一所轻道智障学校就读小学二年级 她最近经历了一件令她感到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她最爱的妈妈离世 她将自己的经历用图画表达出来 由于爸爸和妈妈都要上班 晶晶的日常生活由妈妈照顾 每一日妈妈送晶晶回学 放学的时候 妈妈会买来晶晶最喜欢吃的鸡蛋仔 在学校门口等她 她两个手牽着手 一边吃一边开玩笑回家 妈妈 我爱你 我们一起吃鸡蛋仔 晶晶乖 晶晶乖 今晚我会煮些 你最喜欢吃的蜜糖鸡翼 你要乖乖地吃饭了 知道吗 晶晶乖 有蜜糖鸡翼 我一定吃好多碗饭 每日放学之后 妈妈都会为晶晶 准备美味的晚餐 但是妈妈的身体 由半年前 开始慢慢变差 这个月病得更加严重 现在在医院留意 晶晶的日常生活 开始出现各种转变 上学放学 改由爸爸接送 但是爸爸因为工作的缘故 总是好迟才能够赶到学校 接晶晶放学 也都来不及买鸡蛋仔 给晶晶吃 晚餐改由妈妈预备 但晶晶总觉得不合胃口 晶晶 你做什么吃那么少呀 妈妈煮的菜都不好吃的 我只是喜欢吃妈妈煮的 我要医生把妈妈还给我 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迷思一 面对临近的生离死别 不应为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作预告 以免他们感到惊慌 面对意料之内的生离死别 应该为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作出预告 让他们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接受转变 切密逃避谈论家庭的转变 逃避或忌諱只会令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感到迷惘或被孤立 建议 用淺白异明的说话 等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明白患重病亲人的情况 这样有助舒缓他们的不安情绪 给予他们较长时间适应生活上的转变 给予他们较长时间适应生活上的转变 给予他们较长时间适应 感受 尽可能维持他们的生活规律和秩序 晶晶到病房探望妈妈 妈妈好像睡着了 但无论晶晶如何叫她 她都没有增开眼睛 拉她的手都没有反应 晶晶感到很疑惑 很迷惘 病房里面的亲友都在哭 连平日坚强的爸爸都哭得很厉害 晶晶都跟着哭起来 爸爸抱着在哭的晶晶 及于安慰 妈妈拍着晶晶的肩膀 面对生离死别 孩子的反应容易受环境 和身边亲友的情绪转变影响 家人适宜用心聆听 而不作出任何批评 可以用身体语言表示安慰 例如拥抱、紧握孩子的手 迷思2 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不会明白死亡的意思 建议 用淺白、具体的词语 和用生活的例子 直接解释死亡的概念 这样就可以令他们明白 什么是死亡 回到家之后 爸爸就跟晶晶说了 妈妈已经死了 她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 妈妈 死是什么意思 妈妈去哪里 那里是怎样的 我要去找妈妈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她睡醒会不会回家 成人 例如家长、老师 对于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描述死亡的时候 应该一致并直接地使用死亡 而非睡觉、去天堂等等字眼 灌输正确的死亡概念 包括 普遍的 Universal 不能逆转 Irreversible 生命的终结 Life comes to an end 多元因素 Multiple factors Causes 不能避免 Inevitable 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可能会多次重复发问 家长而内心 用淺白的词语 重复解说 晶晶 死的意思是身体已经死亡 不会再有呼吸 不会有心跳 不会走动 死人是不会再回来的 没人知道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 好似我们鱼缸里面的小金鱼 它们最初每日都健康地游来游去 但后来有些就会生病 有些会病死 有些金鱼又会因为太老而死去 所有生物都经历生、老、病、死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乖、暖发脾气 所以妈妈死了呀? 晶晶 晶晶 妈妈的死不是因为你 人如果病得好严重 或者年纪已经好老 都会好似金鱼这样死去 迷思三 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不会为死去的亲友悲伤 人与生俱来是有建立亲密关系的需要 虽然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是有限制 但是当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 他们和一般的孩子 一样都会经历哀伤 也都同样会有情绪的反应 例如恐惧、内疚、憤怒、后悔、伤心、混乱等等 学校老师来电 说晶晶的课堂专注程度大不如前 晶晶在家也提不起劲去完成功课 胡乱这样填写答案 自从妈妈死了之后 晶晶变得很容易发脾气 某一天晚饭的时候 晶晶怎样都夹不到蜜糖鸡翼 突然忍不住发了很大的脾气 他把筷子扔了落地 还哭着这样骂妈妈 煮的蜜糖鸡翼很难吃 面对亲友离世 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亦都可能会出现哀伤的行为反应 例如表现心神仿佛 没办法集中精神 作业妈夫 欠教功课 成绩退步等等 家人应该 接纳孩子的倒退行为 不责骂 不以亲友离世前 孩子的行为作比较 与学校沟通协调孩子的学习情况 建立孩子的憑背支援网络 让孩子照常游戏 换洒是舒缓情绪的其中一种方法 安排活动可以令他们把注意力投放在其他事情上 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表达能力可能有限 家人可以 提供合适的方法 活动和途径 例如 绘画 唱歌 做手工等等 让他们表达感受 想法 和关注 与孩子回忆和经历 与小小者旧有联系 例如 翻阅与小小者的生活照 制作 纪念盒等等 让孩子知道 成人都会哀伤 由孩子主导处理哀伤的步伐 尊重孩子意愿 妈妈死了 妈妈知道你好伤心 爸爸妈妈都是很伤心 我们都很想念妈妈的 不如这样吧 我们吃完饭之后 可以一起看一下妈妈 和我们一起拍的 生活照片 怀念一下妈妈的生活片段 晶晶呀 你都可以 画一些关于妈妈的画 迷思四 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很羡慌 他们很快就没有哀伤的情绪 面对哀伤事件 各人情绪的反应 都是不一样的 影响情绪反应的因素 包括 与小小者的关系 认知能力 对死亡的理解 社交支援网络 宗教和性别等等 每次经过公园 晶晶都会放慢脚步 想起和妈妈一起去公园玩的日子 晶晶看着鸡蛋仔 就会很挂着妈妈 她总是想起和妈妈一起吃鸡蛋仔 一边讲笑回家的日子 当面对生离死别 孩子就好像大人一样 会经历以下的过程 处理哀伤的情绪 但是步伐就会因人而异 接受死亡的事实 经验悲伤的情绪 重新适应亲人不存在的新环境 重新投入生活 如果孩子在处理哀伤情绪出现困难 而未能重新投入生活 那就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和支援 重新投入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晶晶开始习惯由爸爸接送上学 亦都如常上学和玩 她开始喜欢吃妈妈煮的晚餐 妈妈,你留多些猪肉给我 好,现在你煮的菜 开始习惯上妈妈煮的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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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